很多人到餐店一定會去點的 因為你做不成功就變成炒蛋了 對 你做成功就叫做滑蛋 所以說我們還是想要知道 成功之道在哪裡 對 而且我們今天加了一些調味料 讓它整個滑蛋的等級大大提升 跟我們其實這個雞蛋 在選就有差了 所以我們今天選的這個是土雞蛋 然後選土雞蛋就是因為它的這個 營養價值除了比較高之外 因為它的蛋黃顏色比較深 滑起來的這個滑蛋 顏色也不會像一般的雞蛋那樣淡淡的 這個蛋殼不小心打進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怎麼拿都拿不起來 沒錯 怎麼辦 就是你也不要拿湯匙也不要用手都很難 你就拿蛋殼 對 真的很好用 所以就是說它會認得它你知道嗎 對 它會很容易把它撈起來 對…所以蛋殼認得蛋殼 它就很容易就被撈起來 我用了這個方法 我覺得好聰明喔 對 好 那我們雞蛋打好之後呢 我們今天準備了洋蔥 還有這個蝦仁 然後重點之外 這個港式的 我最愛的XO醬 XO醬 那我們通常會有兩個層次的下法 一開始這個時候先下一點 好 加蛋殼去 然後等一下再下一點 好 因為XO醬它的味道 再加上我們等一下要淋的魚醬油 已經夠了 所以往往這個時候會加一點鹽巴 加一點糖 這個時候不需要 好不好 直接就是用這個原本的鮮味的鹹度 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這個蝦仁 因為待會兒在滑蛋的過程 沒有什麼可以受熱的這個技術 我們先把它 事先把它燙熟 先把它燙熟 那你待會兒在燙熟之後 可以直接混了到這個蛋液裡面 它在包覆的時候不會是 你成菜的時候 蝦仁是蝦仁 蛋是蛋 我炒的那個蝦仁炒蛋就是這樣子 對 因為你蝦仁會出水 所以你在下鍋的時候 它一直在出水 你的蛋是包不上去 你一定要讓它先熟了 它就不會出水 再混著這個蛋 它就會放下 是喔 原來這個就是蝦仁 這就是蝦仁 對啦 對 好 那差不多七成熟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可以立起來 好 然後我們就下一點點油 我們要分開來炒 我們要先把這個洋蔥 先炒到它的軟硬度 稍微有一點脆 但是不要那麼深 然後把它的香氣炒出來 所以這時候火候要稍微大一點 因為你要把它的香氣逼出來 但是要保有它的這個口感 稍微炒一下就好了 那你不炒呢 你直接這樣子去滑 跟這個蛋結合起來 這個洋蔥吃起來很深 小朋友一定吃了 他以後又不吃洋蔥了 因為會辣 然後香氣也沒有出來 好 差不多這個熟度有沒有 還是脆的 但是已經聞到香氣 然後它有一點 微微的會彎下去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就一樣把它倒到這個 直接加到蛋裡面喔 對 直接加到蛋裡面 那蛋不會變成蛋花嗎 老師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是要滑 所以是沒問題的 然後這個蝦仁 也一起下去 進去了 好 那這時候這個鍋子 再第二次的加熱 好 燒熱之前都不要加油 那直到它有點冒煙 有點冒煙的時候 我們再來淋油 因為你在冒煙的過程 它這個溫度很高的時候 鍋子本身的氣孔是張開的 張開的時候你淋了油 它就會降溫 因為油的溫度 比鍋子還來得低 在降溫的過程 它剛好就收進去 讓你這個油 我們講的養鍋就是這樣養 所以你待會兒在滑蛋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黏鍋 自然而來 你滑出來的蛋就會平均 就不會太老 好操控 像這樣冒煙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時候油呢 你也不用擔心加太少 因為呢 我們這樣滑一滑之後 就會全部倒回來 然後這時候火就關小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點油 我們差不多 可以炒得動就可以了 這時候油就不要太多了 好 然後這個蛋液呢 就可以全部下了 我們這時候把它和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說 等一下炒出來的 蝦仁是蝦仁一樣都是很好的 它就會滑在一起 好 全部下 老師 用冷凍蝦仁OK嗎 冷凍蝦仁可以啊 它其實現在冷凍的技術 都不太差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 蛋呢 在滑的時候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是 我滑的蛋 它是凝固的才會滑 如果說它還是有一點水水的 你先不要動它 是 就不會炒起來的蛋太散 碎碎的 那也不要拖太久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 你看我這個頻率 邊跟你講話邊推這個頻率 慢慢的 順順的 好 然後火保持一個中小火 是 看得到冒煙這樣子 然後最後最後有一個關鍵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靜置一下 在家裡做 那火要關掉嗎 對 火要關掉 就好像我們的荷包蛋有沒有 你要煎到這個蛋黃 生的 但是它又不會讓你吃起來 太生了 像吃牛排一樣 五分熟 七分熟 就是靠一個煎碗中的油溫 就要熄火了啦 像現在有沒有 它已經成為有點半固態了 這時候我們就稍微 把下面的翻起來 然後稍微讓它定型一下 先不要動它 讓它這個溫度再進去 然後整個盛盤的時候 它就會立起來 然後炒起來這個洋蔥剛剛好 這個好營養耶 對 好香喔 但是我們其實還沒做好 為什麼 還有一個步驟 把XO這樣擺上去 不是 好嫩耶 這個時候已經其實已經不錯了 但是你會覺得現在味道太淡了 對 對 因為還沒好 那個魚醬油還沒淋上去嗎 對 魚醬油還沒淋上去 其實這個小朋友吃真的是 非常營養有很棒的蛋白質 最後呢 邊邊邊加了魚醬油的 再點一下這個蔥絲有沒有 這個整體上面的這個質感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學 怎麼樣切這個蔥絲 很重要 我覺得因為你這個加個薄荷葉 怪怪的嘛 不合 對不對 不合嘛 真的像溜華麗一樣 非常滑順的這個滑蛋 其實好簡單 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